王一博确实没有度过脸 大家最容易质疑的就是他的脸型 他是窄长脸 13岁就进了男团 我们看那个时候的王一博是长发 脸部线条流畅 胶原蛋白饱满 有种清冷干净的贵族气息 颧骨收得很紧 侧脸线条更柔和 这一点在韩语男明星里面是非常少见的 回国后换成了短发的截头风 露出了接近完美的轮廓 放大了自己优势 有一些质疑声是很正常的 外加他一时一种的体质 上进忽胖忽瘦 这也就是很多人觉得 他颜值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原因 还有很多人说他鼻子有微调光 但我觉得就是在变相夸他鼻子好看 早期有婴儿肥 鼻头有点肉肉的 现在面颊变瘦之后 趁着鼻子更高挺 侧面看鼻型基本没有变化 一般的五官 在淡眼系里面算偏浓的 冷酷感来自眼睛 但很多人说他眼睛也肚了 我们看原生就是窄扇形的双眼皮 眼力比较长 但是眼睛没什么神 长大后眼型基本没变 但眼神变得更凌厉了 尤其在低头的时候会露下三白 这种眼神让他能驾驭各种眼妆 也不会觉得那样 反而觉得特别高级 全九龙也是 最后我要说 王爷伯的气势是独一无二的 同时心里善良 河南暴雨他能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救援 足够让我们感动 抛下明星的光环 用心做事 这才是真正的偶像 关注我带你提高美商